實際上,實際這個世界裡面的這些process或物件 跟你的computation process,跟你的程式,簡單來講,跟你的software 直接把它綁在一起的話呢 will be efficient and unsafe 你只要把兩個東西,直接把它湊在一起 直接送作對,兩個,我有硬體,有軟體,就給你的 那這樣的話,其實並不,沒那麼簡單 簡單來講,沒那麼簡單 你要設計、規劃,好好的考量 不是,我作業系統,我這個software,我這個 我寫程式,這個很厲害,我是個強者 然後我的這個硬體,我也會組裝電腦 或者我這個數位邏輯,我也是這個 每次考試、實驗都是滿分 那要你設計一個CPS,湊在一起可不可以 湊出來的東西呢,就會是既沒有效率,而且是不安全 當然我不是說,那些東西都很重要 那些東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後你的基本技能 但你不能夠把它直接湊在一起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實際上談到的CPS系統,或是Embedded系統 它通常它都是Hydrogenius的 那Component呢,跟Design,它都不是那麼單一的能夠讓你抽出 它都是不同性質的,Hydrogenius相對就Homogeneous 沒有特別講過,它是一直性的,它不是同質性的 同樣的電腦,大家一模一樣,都是同質性的 那一直性的東西你要做整合就比較困難一點 那所以是這個,這是在設計CPS會碰到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Separation of Concerns 就是說這個,大家各看各的 這就跟最早我們看這個蝦子摸象的那個故事一樣 印度的那個故事就有 我說雲端運算,很多地方都擺出 然後複雜的東西都擺出一隻象 然後拿著蝦子去摸,摸到不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碰到不一樣 那這個狀況在 現在,在這個 我一直在強調,在同學的這個世代裡面 更嚴重,更要注意到 因為你們在溝通的時候 比我們那個世代溝通會更困難 因為年紀大一點的這些世代溝通 過去它的背景都類似 所以你看到,你看到你玩的遊戲跟我玩的遊戲一樣 那像現在 這個,昨天在遊戲界有一些大事發生了 有的人就會覺得,哇,這是我的很重要的事情 有的人根本什麼事,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同學的separation of concern 你們注意的事情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以後會造成什麼? 合作會很困難 因為你的concern跟我的concern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在設計 在一起合作的時候 或是我要做這種複雜的系統 在CPA的時候 我過去的經驗,我是硬體的經驗 我是作業系統經驗 我是Windows 你是Mac 那都不一樣 不一樣的話 那怎麼辦? 那只要一中求同 找到我們共同的根基 然後再不同的發展 兩個都需要 那這個是 幾個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例子其實我們都看過了 在運輸的行業裡面 在汽車跟這個智慧型 智慧型通訊跟運輸的行業裡面 那這個 對 過去當然都是 都是個人在開車 那後來慢慢有什麼 cruise control 開車的時候可以定速 然後再來跟我們有講過 跟車跟車之間 可以溝通 然後呢 車跟公路之間 可以溝通 等等 這我就不詳細談了 那這個 這個當然是 在汽車工業裡面 當然有這個 那在這個 這個 Healthcare跟Medicine 這也是我們常常談的 我以前在物聯網裡面 也都有談這些 那當然有非常多的 在這個 在這個 各種不同的 所以 如果是就CPS來而言的話呢 這也可以歸納到 廣益的CPS裡面 因為它這裡面 都很多控制的東西 控制 跟atturator 跟 因為你要 牽涉到加速、減速 對 牽涉到煞車、油門 這些 就是我 背後的智慧型系統 背後的這個 這個 Decision 做決定的系統 跟我們每一個物件 都有 後面有一個 透過有無線網路 然後有一個 控制的這個機制在後面 那當然 健康的 健康照護 對 跟醫療這部分 這個我們也有 看過很多例子 各種 像 這可以減 減很多很多的這個 費用 譬如說ICU 像 國外 好多 好幾個大城市裡面 他ICU就是那個 家戶病房 家戶病房 都人力 像最近常常都說 有這個護士很可憐 對不對 護士要 要再打點滴 還要再工作 其實那個 他做工作其實都 不見得是醫療工作 都是被那個評鑑害的 評鑑要輸入一大堆東西 我們事實上 我們事實上全系的事件 都被這個害到 做一大堆這種 你們也會被害到 這個 下學期 下學期就要來 這個 認證 同學要去背很多 我們系的終止目標 等等等等 那 但是 那這些 那 那 真正的 像我剛才講 國外的那個 回頭來 那護士 他事情很多 那 人力很貴 那所以呢 在加護病房呢 就 我 我的監控 很多的部分 我不要人去看 人去看 他的點滴快打完了 對 人去看他怎麼樣 我們可以用 用這個 camera來監控 這個病人有沒有動 有沒有這些 這個 我們可以做 這個 動作的辨識 可以做一些 我們上 他要他接的各種 儀器上面的 這個訊號的蒐集 對 這樣就可以省掉很多 很多人力 所以有時候好幾間醫院的 那個 那個ICU的這個 控制中心呢 是在一起的 合在一家醫院裡面 然後再 能人力 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 每一家醫院 都要那麼多的人力 來監控 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在 在加護病房裡面的病人 對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很多例子 這些這個 像手術士等等 很多 各種不同的 我就不一一的談了 那 PowerGrid也是 PowerGrid 這我們談過很多次 我也不談 那我們再看幾個應用 這個CPS的應用 這個應用 我們過去也看過 就在實體 左邊是實體世界 實體世界的溫室 這個 在農業 這是農業的應用 有溫室 我們要什麼時候 要灑水 什麼時候要 溫室要降溫 給它空調等等 裡面會發生什麼樣的氣體 溫度濕度 有很多sensor 然後有很多atturator 過去這個什麼 都是人來控制的 對不對 過去的都是人來控制 那如果我們變成一個 所謂的 Cyber Physical System 那這邊溫室 因為這個都 人在做嘛 像農家都 人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變Cyber System 我們把感測的東西 送到這個 CyberCPS的 資料儲存區 網路裡面 然後呢 經過一些 Decision System 做決定 然後呢 這是atturator 這邊是sensor 這邊是atturator 我得到訊息 接觸過這個 那這個就減少人力了 我不要 我在客廳裡面 看溫度是多少 這個沒下游 再跑到那邊去 開水 沙睡 那就很 很辛苦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在 在農業上面 最簡單的 CyberPhysics System的應用 健康照顧也很多了 像居家環境感測到 這個我們這個例子 我們看很多遍了 如果 現在有跌倒 三軸加速 我的聲音 氣體 這些東西 然後送到後端 送到 醫院端 然後再經過判斷以後 哇 這個你這個真的 真的發生問題了 這個臨近的義工 跑過來 這個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例子看過很多遍 這個也是一個 有sensor 有atturator 但我們現在是以CPS的角度 來看這個應用 這個眼鏡醫療的 這個也更多了 就是這個各種不同的 延續剛剛的那個例子 感測到了以後再繼續 那 緊急逃生也是 緊急逃生 有這個 影像紀錄呢 然後在緊急事件的這個資訊 這樣 到這個資料儲存的這個部分去 那然後呢 告訴我們這個緊急事件發生的地點 整個在哪裡 然後 怎麼樣 給我手機上面有一個安全逃生路線指引 那就很好 我只要 但這個有個條件 通信系統必須要在OK 如果我到了這個 在某家KTV 或者某家在唱歌 或者在看電影 突然一下子 發生大災難 突然一下子發生大災難 突然一下子發生大災難 那這個 你該怎麼走 如果手機告訴你該怎麼走 那多好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走 那就大 這個慘案就要發生了 上禮拜吧 上禮拜 有一個那個先臺的 日本東北大學的 一位 一位這個 他也是老人選的 一個精神科醫生 他那個主任來這裡 他專門研究那個311大地震 海嘯以後 他先臺整個不是 好海邊全部都毀掉嗎 那他們 發 遇到災難 遇到這種大災難以後的那個 心理復健 尤其是老人的心理復健 就很有趣的一個結果 可以跟大家 我們等一下 那個 還有這個 這個禮拜天的研討會 可以跟大家談一下 我先談這個例子好了 那 跟這個不直接相關 但是很有趣的 我們到日本的那個 老人院都相當不錯的 獨居老人 他都一個人一個房間 然後只有兩個人一個房間 那 可看殘憶地震以後呢 這個 大海嘯以後 那個地區 又有,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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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又,又有荷水電廠的問題正常 所以他現在就變了 就是死了大概 兩千, 兩千ちy,還兩三萬 我以後就出事度一下,這個平價 沒有搞對 但他一住老人院裡面 要七八個人一起住 那他們就去看獅子老人 就是得阿茲海默症的人 通常到了80歲以上 比例很高 阿茲海默症的比例相當的高 那他們有其中 大家要一起住的結果怎麼樣 結果發覺他們